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我们从盘中的走势来看的话 依然走的还算比较健康 是不是 而且今天的话 同样之前打投证的板块 尤其是创商信托 大家看一下资金流入流出就知道 创商信托依然走的很坚挺 是不是 而且的话 像昨天出现调整比较明显的创销板内的电子信息 以及电子元器件板块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主力 立马又干嘛 杀了一个回马墙 电子信息和电子元器件 是不是 这两个板块的话 很多创销板内的个股 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反弹的过程中 终于也按捺不住 在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强势的反弹 所以说 为什么之前提示很多朋友 手中有补涨是不是 空间的这样一些个股 景仰 耐心等待即可 是不是 好 那么 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 我们依然要来看一下盘中 就是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 而且的话 接下来大盘是不是 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 要注意哪些方面 还有我们需要规避哪样一些板块 以及调查换股的时候 重点关注哪样一些板块和个股 是不是 好 那么等一下的话 都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那么在这里的话 希望 这个尤其是视频前的这个新的投资者朋友 是不是 那么在这一块 如果说对于这个大盘的方向 是不是 以及短期内 这个板块和个股方面 不能够有足够经验 来进行一个把握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通过屏幕上面的QQ 加入到我的QQ实战交流群 验证码是三个九 好 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分时图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资金 是不是啊 在运作的过程中啊 从这个分时图给我们的一些反应 是不是啊 大家看一下盘中的下午啊 尤其是上午因为是一个什么盘整啊 就是说一个震荡整理 是不是拉上去又洗下来 拉上去又洗下来 因为是前两个交易日啊 获利盘比较多 是不是啊 可以基本上啊 不用看一个上午阶段 下午阶段就比较明显了 是不是 资金啊 在这样一个拉伸的过程中 还是啊 量还是跟上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拉伸有量 而且双线的一个构造的话 一直比较什么啊 比较正常 是不是 黄线在上 白线在下 是不是 而且越来越有什么贴近的这种走势 这也意味着啊 分化啊 会逐渐的一个缩小 而不会像昨天啊 这个旁边的时候出现白线在那啊 这个上方 大力拉伸 而黄线往下跑 是不是 啊 不会像昨天那样 也就是说 昨天的话是拉全中类为主 是不是 而今天的话啊 创销板得到了这种喘息的机会 啊 这样同步的话 那么啊 这样的话市场上赚钱的效应才会干嘛 啊 大一些 那么从这个同样是不是 从这个上涨加速啊 以及这个下跌加速 我们可以对比到啊 比昨天要好多 是不是 昨天530来加上涨 400多加的一个下跌 是不是 明显的话 昨天指数 尽管同样是上涨了60多个点 但是昨天很多朋友没有赚到钱 是不是 赚了指数啊 可能还亏了钱 但是今天的话啊 就不同了 是不是 那么啊 这是旁边啊 告诉我们的信息 就是说资金还是有一定的持续跟进啊 尤其是像之前这样一些不涨啊 这个需求较强的一些板块 是不是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再从小周期啊 我们来看一下的话 首先上涨指数啊 小周期15分钟啊 这里有一个串新高 那么MACD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会有顶背离的一个形成啊 我们暂时没有 是不是 只是说有一定背驰 那么如果后续啊 这个小周期有这个啊 地背离形成的话 也就是说再往上去走一波 但是啊 这个指标却跟不上啊 也就是趋势是往下 而这个啊 指数逐步穿新高 是不是 那么就会啊 容易形成一定的小级别里面的一个背离 那么到时候的话 就会引起什么啊 盘中的一个调整 30分钟的话啊 暂时是在一定比较高的一个高啊 高位了 是不是 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 也知道啊 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也就说后期的话啊 操作调整之后 再创新高啊 那么也同样容易形起什么 这样一个级别里面的一个背离 所以说我们后续要关注的就是 指数啊 在调整之后再创新高的啊 过程中 是否会形成啊 这个各个级别的一个顶背离 包括啊 拉伸啊 这个时间运行长一定啊 就是说长度长一点之后 同样啊 60分钟级别到时候也一样会 是不是 啊 指数的话啊 需要这个时间是不是需要时间 那么包括我们来看一下的话 目前啊 比较给我们啊 看到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日线级别来看MACD啊 刚刚灵州附近发散 其实的话这里啊 二次开口啊 其实可以等同于看成是一个灵州附近 开了一个金叉啊 只是说你这里啊 日线上面你看不到 但是的话你到60分钟你就知道啊 是有在灵州附近形成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金叉啊 就是这个金叉之前是不是啊 提醒到大家的 灵州附近的这个金叉的一个爆发力 60分钟级别 级别越大 它的爆发力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如果说换到了日线级别 在灵州附近有个金叉 那么它的爆发力啊 会更加厉害是不是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反弹啊 会有这么厉害 就是这个原因 换到啊 牛市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找啊 看了没有 这是在灵州附近的一个金叉 那么之后可能没有涨了这么多啊 从三千二啊 一直干到了四千五十日啊 当然那是牛市里面 熊市里面的话啊 我们啊 虽然说没有那么猛 但是相对来说之前的这种啊 啊 载幅震荡是不是 相对来说啊 后面的拉伸啊 这种灵州附近形成极大的话啊 它的拉伸幅度 我们光从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三天涨幅就可以看到 已经是啊 两百来点是不是 两百多点了啊 三千三一下干到了三千六 是不是 将近三三三百点是不是 那么啊 之后的话 行情大家啊 一定要注意 回踩的时候是我们进行什么 调仓换股的一个好时机啊 调仓换股 尤其是啊 风低 不准这样一些什么啊 低位还没怎么动的 尤其是蓝筹类的个股啊 不是大权重 是蓝筹类啊 如果说对于这些优质蓝筹啊 大家没有 就说 不是很了解 可以百度一下啊 可以 好 很容易找到 尤其是又坚固有题材的啊 什么国改啊 是不是 有改啊 还有等等啊 就说 有一定啊 基本面和这个消息面配合的 是不是 那么啊 后期的走势 从日线这样一个啊 发散状态来看的话 啊 指数调整啊 边拉边整理的过啊 就是说走势之后啊 后面是有较大概率去摸高到3800附近啊 为什么 因为啊 短期的我们从这个啊 主要标的啊 这个板块 券商来看的话啊 资金的一个介入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啊 那么他们到这里的话不会啊 随时这一下子就能够进行一个什么逃离资金的一个啊 介入程度还算比较深 只是说我们在啊 这个选择个股的时候一定注意什么啊 这个板块及个股的一个区别啊 应对是不是啊 不要选择那种爆炒虚高 而且的话已经到达前期重要平台压力位附近 是不是啊 而且高位放量的那种啊 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 找学内容一些啊 有反弹 有上涨空间的 那么啊 而且后期的话 从日线啊 这是MSD来看是不是啊 告诉你还有一定的发散空间 那么CCI指标啊 其实同样是不是啊 包括我昨天跟大家说的时候也是 为什么 虽然说这里很快一次大到达了这一个超买趋势啊 但是后期回调之后 他要形成这种啊 大的级别的一个下跌的话 一定是要形成顶背离的结构 要形成顶背离结构的话 指数一定要创新高啊 那么指标在回调啊 稍作回调之后再往上拱一次 是不是指标创不了新高 但是指数啊 创新高了 也就是说形成这种什么顶部的一个背离结构 所以说我们后期 目前来看的话指数啊 如果说拿前一次这个高点 和这一次来比的话是没有背离 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里啊 前面是一个顶点 但是这一次啊又创了新高啊 同步指标也跟着什么 创新高了 所以说并没有背离是正常的一个走势 那么下一次如果说 再往啊前面走 先调整一下之后再往前攻是不是 但是指标的话干嘛 这一次啊达到很高 那么他回踩之后 再往上拱一次的时候跟不上啊 我在这画个示意图 也就是说可以线啊 调整调整调整之后啊 往上拱拱拱好拱到3800附近是不是 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这种走势啊 大概我画条线算了啊 也就是说后面指数是这么走的啊 图一图在这里啊 好指数串了一个新高了是不是 然后后面再慢慢走啊 但是我们的指标啊 确实这么走的啊 先下来再拱上去一点点 但是拱不了前面的那么高 所以说啊 后期的走势就会形成这种指数 创了新高 但是指标却干嘛 跟不上日线级别的一个顶背离结构啊 那么就等同于我们之前这里一样 看到没有指数创新高 指标跟不上 有效递迫 正100 好 我们择机离场 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 我们啊 做好这种啊 演练即可 是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方便 是不是后期走势啊 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如何应对 是不是回调之后啊 给到低息的机会 是我们再次布局一部分个股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啊 而后再创新高之后 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价位附近的时候 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啊 择机离场的时候 不论啊 就是说市场如何去吹啊 去啊 到处媒体怎么去推捧啊 我们做到了我们这个啊 符合我们的这个啊 之前啊 这样这种什么 无论是说MSD也好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啊 还是私下也好 出现了这种啊 顶部的底背 顶背离结构 是不是 我们就进行一个什么 高位离场 啊 好了 那么啊 这就是后期行情的一个啊 展望 啊 那么而且后期啊 回调之后 可以布局的一些板块个股的话 那么我到时候在群中也会跟大家进行一定的一个什么啊 第一时间的一个啊 分享 啊 首先啊 技术面和这个啊 后期的一个展望 在这块是不是就跟大家啊 说到这 那么的话啊 在这之后肯定啊 短期内啊 这个 再往上摸一下的话 是有比较大的压力 为什么 大家从今天的一个量也可以看出来 昨天是爆了很大量上工 是不是 今天的话量有点缩了 是不是啊 这里的话是为了化解之前这一这个套牢区间 也就是说3400到这样一个4200 这样一个区间里面的套牢盘 那么在这里啊 需要的就是什么 啊 量 来啊 量和时间是不是 要么就是花钱进来啊 把他们解套一下啊 拉一拉 要么就是什么 花时间来熬一熬 把他们给什么 在这里割肉啊 所以说 我们需要的就是啊 耐心观察好啊 这个 大盘 是不是 到时候给我们的这个 市场那个反应啊 回踩之后 到达这个目标价位附近 我们到时候啊 尤其是大盘的50线附近 是不是 我们啊 即可 缩量回踩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 比较好的这个 啊 风低 再次布局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冲高的过程中啊 切记 尤其是没有这个足够经验的 这个朋友啊 不要轻易去追高啊 好 那么 再从这样一个资金 这一块来看的话啊 我们比较明显看到今天啊 相比昨天来看的话 资金啊 这个介入的程度 还是明显一些 那么昨天其实还是有资金流出的啊 流出比较明显 那么昨天的资金流出 那么大多数的话 我们可以啊 这样理解 就是说什么 是 短期 这个获利盘的一个什么 逃离 是不是 他们赚了不少啊 以及这个套牢盘的一个 割漏 出局 是不是 啊 前期套牢盘比较多 总体的话啊 今天的资金啊 流入还是算比较明显啊 而且的话 以这个什么 创小板类的啊 占据多数 是不是 电子信息 电子源器件 等等啊 文化传媒 是不是都是啊 还有就是补涨类的啊 像什么化工 是不是 有色啊 有色也有 是不是 等等啊 这样一些啊 补涨类的这个板块啊 里面有一些个股 还是可以 大家就说 适当的去挖掘一下 封地的时候啊 适当布局一下这种啊 补涨行情 好 那么啊 在后面的话 那么整个啊 尤其是这里是周五了 马上就是啊 周末两天之后 回来就是9号 是不是蒙古访华 那么相当多的这个题材啊 可能就快要告一段落 那么啊 之后也只剩下了这个双十一 双十一 而且临近的话 也是基本上提前见光死啊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12号的啊 新版人民币 如果说还有一定机会啊 那么可能这个新版人民币的啊 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 记住我跟大家所罗列的啊 那几只个股 封地啊 去重点关注一下即可啊 尤其是啊 重点说的那几只啊 那么在这一块 如果说啊 这个视频前的朋友 还不是很清楚啊 是哪几只 那么啊 到时候在群中啊 咨询一下我即可啊 或者在群里面的这个其他朋友 也可以是不是 好 那么啊 今天的话啊 就跟大家啊 关于这个股票的话 暂时分享到这 那么更多关于股票 这一块的技术 以及经验方面的交流 感兴趣的这个投资朋友啊 可以通过屏幕上方的QQ 加入到我的QQ实战交流群 验证码是三个九 好了 那么今天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周在群中不见不散